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美国呢跟南韩呢还在继续军演像话吗 我们不是要和谈了吗 你们还在继续军演表示高度的不爽 而取消了跟南韩的高层的会谈 那么很好笑是那个美国的官员说 我们也是看新闻才知道的 有这回事哦 然后大家就很紧张啦 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跟川普的会面呢 会不会呢老师 不过呢美国马上战斗机就没有参加军演了 就没有会了 就没有会了 所以金正恩在此举呢 他也告诉你们 你们在讨论半岛无核化 都在讨论说我北韩怎么样把我所有的核子武器销毁 你们都不忘记南韩也有责任也有义务了吗 你们都忘记美军也要撤了吗 怎么一天到晚只记得要求我北韩呢 所以就来了这么一招 我看是这样子吧 老师怎么看 历史的前进永远不是一支线 有时候复杂到几点 而且是复线两条线以上 在四月底左右 我大概就已经暗示了这件事情 当时四月27号的南北会谈 我们现在都已经忘记那件事了 你看四月27号 没有啦没有那么快 但是那个时候 感觉很久以前 美韩之间还在进行一个月的联合军演 那时候我就已经提出疑问 明明南北在会谈 但是会谈当中 美韩仍然继续进行联合军演 而且我比较在航的日本 又正式决定增加了七架的F-35 放在日本的东北的美军的基地里面 还有日本的航空自卫队 采购了七架也进去了 所以也就是说某个意义来说 一边和谈 但是另外一边还在联军 讲个题外话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阿凡达 有啊 阿凡达先派出了文化人类学者 叫纳美人吗 我已经忘记了 我只看过一次 虽然在电影院里面 呃 萧英文 有一次看3D动画 对不起3D的 我看电影通常都进电影院 免得会被其他的 好咖好咖 其他的事情给打扰 所以只看一遍 但是印象非常成歌 因为对我来说 呃 别人都在哭 我在笑 老梗 真的哦 文化人类 有人哭吗 有人看成 有人看成环保电影 有人看成爱情片 呃 不过事实上 呃 我再帮各位回忆一下好了 印象似的 呃 先派出了文化人类学者 教纳美人英语 嗯 还要去理解他们 嗯 但是另外一边 军队也在那边训练 嗯 呃 也就是说 一边交涉 一边理解 进行谈判 但是另外一边 还是在准备 棍子还是要准备好 理性的力量 呃 而且 充满脑梗是这样啦 先先先教育 开化 让你跟我一样 嗯 再来不是为了那个能源问题吗 也就是说 纳门 纳 纳 纳美人 纳 纳米人 纳美人 纳美人 纳美人住的地方 不是有非常丰富的矿产 嗯 或美国人 帝国主义需要 需要的东西 的东西 所以希望他们迁移 就驱逐的意思 你们只要好好的离开这里 这块地给我们的话 我们还可以和平相处 那是谈判的条件嘛 会给你们好处 你们搬家 但是这里我要 但是 种种的理由 如果硬要说的话 纳美人 我就是要这里 我就是不搬家 嗯 当然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屠杀了 嗯 嗯 所以就是说 童话 驱逐 嗯 屠杀 嗯 一条线哦 嗯 这个 这个 只要看了 希腊 罗马 神话 嗯 看了圣经 甚至看了 莎士比亚 嗯 大概这一类的 好莱坞电影 几乎可以看懂 九层以上吧 这种公式 对 所以别人哭的时候 你会笑 嗯 差不多这个意思 所以说呃 陈友凤要讲的是 各式各样的准备 都同时在进行 嗯 所以很难说 呃一条线会走到底 嗯 而且我也在这个 节目里面提示过 非常非常多次 嗯 核武的开发 嗯 当然包括洲际导弹 嗯 嗯 是为了跟美国 坐上谈判桌 嗯 嗯 现在快到了 看起来是6月12、13 嗯 左右 嗯 但是这一条路走了60年以上 各位千万不要忘记 嗯 看起来好像下个月要到了 嗯 所以说再来 坐上 如果真的坐上谈判桌 嗯 不管谈判的结果如何 嗯 要到下一步去 呃 说不定要更久的时间 也不一定 对啊 对啊 所以 这中间 呃 老师讲的没有错 这中间本来就是 非常的曲折复杂 就好像说这个 如果不是金正恩 啊 他个人的这个意志的话 那么 因为你这个很难预料啦 他会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决定 好 那 眼看着北韩呢 这个 这个火药库啊 呃 就已经是风雨欲来啊 那么美国的这个态度越来越强硬啊 那其实也是因为金正恩忽然间释出了这个非常和平的讯息啊 才使得整个半岛的局势一夕之间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就是另外一条线嘛 嗯 就本来武力的那条线是主线的 好 哎 忽然间和平这条线跳出来了 但是武力的那条线呢 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就就就消失了啊 那随时准备在那边 那么美国呢 当然要摆出一个态势 就是说呢 今天的北韩呢 是屈服在我的这个压力之下啊 是我这个美国呢 正义无敌 有没有代表正义的这一方 终于战胜邪恶的这一方啊 一切都是川普的伟大政绩啊 可是呢 这是基督教的线啊 对啊 这就是非常基督教的线啊 黑白分明啊 非常非常基督教 所以你看美国的总统最喜欢讲这种话 之前小布希就是这样子讲 然后就打伊拉克了啊 对 而且消灭恶魔 基本上是为恶魔好 免得你继续做坏事 所以这一类的 以前我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讲到 先制攻击 基督教世界里面承认这件事啊 为了不让你继续做坏事 所以停止你做坏事 对你 对坏蛋是好事 所以就把那个邪恶之城给烧了吗 这完全是基督教型的 就把邪恶之城给烧了 那 呃 其实整个现代化的过程里头 因为是西方所主导的 这中间全部都是基督教 既然老师提到这个 其实这中间全部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影子 包括这个马克思 他提出来的这种现性的历史发展 就是说历史唯物论 历史决定论 最后呢一定是共产主义啊 工人一定会革命 然后最后乌托邦会到来 他讲的这种现性的历史 其实都是受到基督教文明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 世世代代在基督教的这个熏陶里头成长 所以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 就是说最后会有一个正义的一个显现 会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审判 其实他其实这些都是圣经长久以来 他们等于是说已经是耳濡目染了 所以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是这种现性的 是这种进步的 其实在台湾民进党的史观就是这样 是一模一样的 是非常基督教文明的 然后是非常现性的 然后所以就把过去的历史中的 全部都讲成是落后的 保守的退步的 影响我们进步的 像国民党势力这样子 要把它打垮 才要启蒙 才要革命 才要正义转型 是 所以才 对没有错 这一些全部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影子 那可能台湾人从来没有去思考到这一层 完全都没有去思考到这一层 那完全跟东方的哲学是完全被道而知 东方是一个圆 循环形的 对东方是一个圆 没有起头 就像春夏秋冬一样 到了东是结束了吗 不春天又来 还会再来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东方的文明 那那是一个西方线性的文明 所以老师一开始一直在讲 常在我们节目里头讲 线性的文明就是这个意思 那老师的意思是说 可能不止一条线 那也曾经有很厉害的学者提过说 线是会分叉的 也就是不同一条线的意思 不止一条线的意思 或者是会转弯的 日本人还提过平行进化了 平行的平行空间 不会交错 在另外一个空间里头 所以这些讨论就是在告诉大家说 历史的发展呢 究竟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 所以其实我其实感触很深啦 因为在台湾的这个公共讨论的这个的层次跟这个很低啦 因为我自己本人呢 也是经常上这个政论节目的咖之一啦 就是其实这是很痛苦的 就是这样子 因为讨论的层次啦 不同 然后经常你讲的话呢 其实旁边的人其实并以为他们听懂了 可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可是你在有限的节目时间里头 你也没有办法去解释嘛 而且也不需要解释啦 因为大家都听不懂 所以无所谓 所以好呢 难得呢 遇到这个 呃 陈永峰老师呢 会提到这一块 我在剑桥念博士的时候 这是我博士论文的内容 对 所以这是 交流一下 对对对对 所以我才会有这么深的感触 就是为什么老师你会觉得说 哎我怎么会听得懂的原因在这里 好 回到重点 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上面来 其实刚刚那个才是重点 我们现在看的所有的这些消息 他其实这些每天的新闻 他其实是很很好像很随机的嘛 发生的 那中间你怎么去理解他 那你怎么去理解人类的发展 所以金正恩的这一招呢 老师怎么看呢 会真的破坏了在新加坡的会谈吗 还是呢 只是金正恩呢 在这里头他也必须要 他也必须要拉高他谈判的筹码 不知道耶 但是方向感上面是东亚往协调的方向走去 这一点没有错 只是说要真正达到武器的放弃 和平的到来 时间要多久没有办法推测 但是陈永峰在这里必须要强调的一件事是 美国的战场不在东亚 确实在中东 这个各位可以从最近美国跟以色列之间 或者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之间 非常激烈的冲突 就是你们那个日本学者 你们那个日本学者 好奇怪我把你们归类在一起 如果替各位整理一下的话 文明的冲突 那是Huntington 不过日本人真的像我刚刚 Huntington下来 法兰西斯福山 对 法兰西斯福山是被Huntington攻击 所以历史从来没有终结过 历史的终结是标准的线性史观 有开始就结束 你知道吗 台湾这么的推崇Huntington 在台湾这么的从学界到我们的媒体到政界 一天到晚讲Huntington 我在剑桥的时候 你觉得呢 他简直是被我们老师鄙视到一个 鄙视到一个一文不明的哈佛那个家伙 哈佛那个家伙 不过死掉的时候可以讨论 倒是也被他猜中了非常多的事情 大部分的事情猜中的话 表示不是用猜的有一条线 所以如果今天稍微附和一下航庭的 确实是这样 5月9号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 这个对北韩压力非常大 而且要恢复制裁 再来比较厉害的是5月14号 美国将在以色列的大使馆迁到耶路撒 然后马上就死人 马上就死人 而且还持续中 持续中 冲突还在持续中 没有错 所以世界史的发展真的是复显 你看世界大部分的地方在1989年以后在拆围墙 但是以色列在盖围墙 对啊 而且从去年前年以来 川普的政见之仪是跟摩西克之间要改委墙 你觉得是不是 他是不是跟你帮跟犹太人学的啊 我觉得他是跟以色列人学的耶 而且他女婿是犹太人 当然不是 可是他很喜欢他女婿 他真的很听他女儿的话 他去过哭墙不是吗 那也是大了时间 然后你看最近竟然有人在说 或强调这件事 美国是亲以色列的 各位亲这件事 比如说台湾亲美或亲中 甚至亲日等等 是比较小的政治势力 对比较强的政治势力 采用亲这个词 但是你看在世界史上的今天 竟然有人在强调美国是亲以色列派 所以这完全是宗教性上的问题 所以说伊斯兰教跟基督教之间 或甚至更往前的犹太教之间的冲突 很难终结或不会终结 也应该这样说明比较好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头 这个颜振生老师也有提到 就是说基本上他就是实现了圣经里头的预言 没有错 就是以色列在 美国人替耶路撒冷里头 重新建国 建国了 结果是川 不是美国人 是川普 你要讲精确一点 是川普 是川普实现了圣经的预言 他简直就是 建国已经70年了 所以可是他是他 对不对 是他完成了在 把以色列这个首都还给了 犹太人 对不对 你觉得川普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想的 川普心心中教 我在这个节目也已经完全提到过 所以他认为上帝站在他那边的话 他怎么样做都可以 都可能是胜利的那一边 也就是说所有的 所有的 不让自己当选的竞选法 都让自己当选了 不是吗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而且当初所有的民调 没有人认为川普会当选 但是只有某一个力量 知道他会当选 或安排他当选 所以深信不疑 某一个力量 什么力量 完全的深信不疑 而且耶路撒冷那个地方 各位当然知道 是犹太教 基督教 还有伊斯兰教 共同的圣地 所以但是因为 以色列重新在巴勒斯坦 那个地方建国 但是那个地方 已经变成伊斯兰教势力的地方 或者阿拉伯人住的地方 犹太教已经没有在那里 甚至基督教也已经没有在那里 那里完完全全是伊斯兰教的地方 所以当然不冲突不行 虽然是完成了圣经里面的预言 但是某个意义来说 刚好抓住了整个战后 世界的变动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主线 所以我要再强调一次 作为基督教国的美国 作为神国的美国 他的战场在中东 不在东亚 东亚会走上协调路线 这一件事情没有变 现在出现的都是插曲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事实上升职美国人心中的 他们其实最强的对手跟敌人 永远还是俄罗斯 不会是中国 没有错 永远不是中国 中国不完美 不完美 不完美 作为一个敌人 作为一个敌人 不是一个完美的敌人 现在在苏联瓦解之后 美国剩下的最完美的敌人 各位知道是什么吗 我真的要把这个节目讲成科技或灵异节目 太好了 外星人 真的是外星人 谁 美国剩下的完美的敌人是外星人 所以没有办法放弃对太空的探索 所以在两三年前还拿着超过核主器的力量的炸弹去炸月球 各位记得吗 所以我们是没兴趣的 中国也没兴趣 中国没有兴趣 月球就是有嫦娥在那就好了 有玉兔啊 我们早就去过了 对啊 也不过就是吃个月饼吧 但是对于外太空有兴趣的 真的只剩下美国人 那是替上帝做的 扩张上帝的统治范围 而且你看 这是成为 大家不要少看这件事情 这是其实第一个 他在90年代的时候 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议题 然后呢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其实希拉蕊也是他的重要证监之一 就是说他要公布52区的那个秘密 就是他们的那个神秘52区嘛 不是专门在绑架外星人 研究外星人 什么到底是有没有这回事 有没有 这是他的重要证件之一 他要公布这件秘密 他在美国多少人都在研究这件事情 好 休息想忙回来 好 回到节目的现场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东海大学的陈永峰教授 刚刚讲到就是说呢 这个西方 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史观 那么主宰了过去这200年来 整个人类的现代化 然后呢 他们有一定的这种 对于人事物跟世界的一些看法 那么同此 这中间呢 以美国人作为一个最 最强的一个代表 因为事实上 在欧洲 西方 尤其是近 近几 近二三十年来 他们已经越来越去宗教化了 然后大部分 对 西欧 大部分西欧的人 大概起码有一半的人 是无神论了 吓到了吗 然后 惊到 欧洲人不自由 甚至硬要说不平等 加上括号也可以 虽然每天在讲自由平等 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外 那个博外是同保安 大家用错了 不过今天不讨论那件事 自由 欧洲人不自由 来自两个力量的限制 一个是绝对王权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宗教 教会 所以必须要排除掉绝对王权 把国王推上断头台 必须要脱离宗教 离开教会 才有办法得到自由 所以他们的天堂 他们的天堂是哪里 美国 对 所以虽然我刚才会讲到 虽然你看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者 把宗教贬低的 就是说没有宗教是工人的鸦片 没有宗教没有办法得到解放 可是其实他的所有的哲学的理论 还是研自于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员 他的这种世界观 背后其实就是有非常高的 基督教文明的影子 所以刚刚讲到了 所以很多在欧洲的一些小教派 当年都逃到美国去了 我们说的像Armish People 很多的这种 在欧洲可能就会被压迫的 这些教派 他们都逃亡到美国去 而且甚至 差一句话 甚至犹太人也一样 前两三年吧 流行过 小小的在学术圈流行过一个电影 汉纳厄兰 是 平庸的邪恶 邪恶的平庸 对对对 在里面的台词是他真的他讲的还是不是他讲的不知道 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人可以去搜索一下 他说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天堂 大家问他到了纽约之后什么样的想法 美国是天堂 对于从欧洲过来的 的犹太人的美国是天堂 像我老公念那个new school很有名的new school就是这样嘛 他就二次世界大人这些犹太人这么多有名的学者 那个就是汉纳厄兰教德文的地方 对他们这些对就是欧陆的所有的这些一流的学者 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关系 因为他是左派的关系就遭到很严重的迫害嘛 没有错 所以他们当时就跑到美国的纽约去办了这一所new school这个学校 所以我老公就在明年他老师就是就是其中一个大师 所以到了美国之后呢 所以你看现在欧洲人就会觉得说 美国为什么这么的religious 这么的强调宗教 然后什么什么都要讲天佑美国 God bless America 然后美国总统就职不是就宪法就职 是就圣经就职 然后你在法院里头居然还是要就着圣经宣誓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每天都在讲 讲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是不可能吗 在台湾你怎么可能说我要求你就佛经宣誓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不对 可是在美国全部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对很多现在已经是无神论了 因为尤其是他如果是相信左派的政党 他更是无神论不上教堂的 所以那个时候工党他强调转型成新工党 然后Tony Blair那时候工党的首相布莱尔 跑去上教堂才会引起轩然大波 很多老工党是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这工党的人去上教堂像什么话呀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反正现在就是左右都几乎在快速的退场当中了 那这是一个在整个基督教文明很简单的 跟非常非常简单的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来到了美国之后呢 就变成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宗教性 对没有错 美国是神国啊 各位各位听众如果手上有美金美钞的话 拿一张出来几块钱都可以 你身上就有美金耶 吓到我 这个是为了念给学生听的 各位把美金拿出来 你也把新台币拿出来好了 新台币上面印的是中央银行对不对 我身上还有日币 日币印的是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 就是中央银行的意思 然后一些文学家 美金的背后各位跟着我念一次 那我们就变美国人了 因God We trust 每一张美金上面都印这个 所以当然我是乱说的 美金是上帝的保证 不是银行的保证 所以是完全的神国 欧洲因为受过宗教的苦 所以非得正教分离不可 像我那个像我的同学 我室友他是从爱尔兰来 念Law School的爱尔兰 就是最在算是欧洲比较晚 西欧非常非常晚脱离 这个宗教控制的一个国家 他们永远是指教 两只手比出来 就是正教是绝对不分的 所以爱尔兰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 他们一直不能够堕胎合法化 然后所以所有的女生都要跑到英国去堕胎 英国真是个堕落的地方啊 英国真是happy啊 真是自由开放啊 信了英国国教之后 就不受天主教的束缚了 我们是教育节目哦 再考各位一个 美国有总统以来 唯一的不是基督教徒 是天主教派的总统 只有一个 哪一个 真的啊谁 不知道耶 真的不知道吗 来倒数三秒 三二一 被暗杀的那一个 Kennedy 没有错 真的啊 唯一的天主教徒 是哦 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 他们家族居然是天主教徒啊 整个甘乃迪家族耶 应该是 对啊 他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嘛 应该是 是好怪哦 没有错 好特别哦 你说唯一一个不是基督教徒 不是欧巴马吗 欧巴马根本就是穆斯林 没有啦 我乱讲 欧巴马不是被他们抹黑吗 基督教当然包括了新教跟天主教 欧巴马Middle name还有胡杉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那是个厉害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强调 欧巴马是黑色的白人 欧巴马是白人 对啊 他是白人 欧巴马是白人 就是他的阶级啦 脑袋里面是白人 对啊 这另外一回事 如果要再追加的话 我本来以为要 原来黑色的白人 就是有色人种的欧巴马 当完总统之后 应该是希腊蕊 变成女性 所以这样的历史的进化 就真的是一条线 有色人种在女性前面 结果大逆转 杀出了一个川普 大逆转完全的否认女性的 或否认有色人种的川普 所以川普这一条线是 历史的倒退 或者是 不过就是三四年的插曲 我们还得真的很认真地看一下 今年年底 十一月左右的中间选举 会看出一些端倪 各位要追踪一下 可是其实 其实我觉得川普 代表的一直都是 我所理解的美国 wasp嘛 白色 本来就是 我觉得川普才是美国 虽然他住在纽约 纽约不是美国 就是说我们所了解的 美国的这种自由派 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想法 以纽约为著称的一个大本营 他不是美国 百分之 但是我的理解 百分之九十的美国是川普 嗯嗯嗯 那我们所想想象中的 美国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 很进步的啊 很开放的 很自由的啊 像Woodie Allen的这种纽约啊 那是 那不是美国 哈亨廷腾的最晚年的著作 也提到这件事 那本书叫Who are we 我们听 我们翻成谁是美国人 应该还买得到 或图书馆也一定很多 对两千台湾应该是两千零八零九左右的翻译 呃美国的出版更早几年 呃那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 真正的这也是在担心 美国的价值的流失 呃里面强强强强强调的价值 当然就是WASP的价值 WASP已经变成英文字典查得到 呃就白色Yangaloo Sakshin清教徒呃的美国 所以纽约不是美国 加州也不是美国 加州可以独立了 赶快独立吧 去加州很难看到 你刚刚说的白色安格鲁萨克训人呢 看不到了 整个机场都没有了 所以这世界当然受到批评 但是提出这样的担心的人也不是没有 但是真的一件一件的实现 所以我才会说某一个意义来说 航廷等猜中了大部分的事情 这件事情很厉害 他的书各位今天可以再全部去把他扫一扫 好啦好啦 你看我们那个我刚刚这样诋毁他 你就开始给他很大的credit 节目要平衡感好不好 是是是是是是是 那所以说才会讲到说 刚刚讲到说外星人这件事情 对美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那重要的事情 不然没有敌人 比如说最完美的敌人当然是苏联 对 美国是怕苏联的没有错 认为是值得的敌人 但是他最最最对苏联不高兴的当然是他的无神论 那所以今天当然俄罗斯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式的无神论 那中国本来就无神 所以是不是共产主义一点都不重要 那北朝鲜也是那个样子 而且而且南韩事实上通得了的好 本来是30以上是基督教徒 所以很气透 所以航廷等就是说南韩会民主化 是因为这个原因 台湾是他讲的啊 我没有讲错啊 他说南韩会民主化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台湾会民主化也是因为有长老教会啊 感谢长老教会 所以也说他们的眼睛里面 包括日本明治维新旗之前 跟西方接触 西方人会直接觉得日本人因为无宗教 没有宗教 所以在道德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日本人超气的 所以新都护道照才用英文写出了武士道那本书 我们五十到五十到三个字一直念 以为是日本长期存在的东西 不好意思 是日本人为了跟西方人说明 我们也有资格信基督教 我们也有资格像你们一样统治移民族 我们也有资格取得殖民地 所以这是在日清战争就已经取得了台湾作为殖民地之后 要说明给西方听 所以本来是用英文写 新都护道照还跟台湾有关呢 曾经来台湾总督府上过班 提出了非常有名的台湾唐叶改革意见书 所以台湾的唐叶从家庭室的中小的手工业 变成我们看到的大唐厂 新都护道照基本上是一个指导者 但是他在东京大学担任的讲座是殖民地讲座 以经济学为中心的殖民地讲座 再稍微讲一点点跟宗教有关 他传给他的讲座传给一个人 那个人叫做史内援宗雄 史内援宗雄是姓 宗雄是名 所以台湾很多人叫宗雄 他的另外一本书 他的写的书 史内援宗雄写的书更厉害 帝国主义下的台湾 每个人都知道 这本书已经出版八九十年了吧 但是真的是世界上 不是只有台湾或日本 世界上研究台湾的第一名的书 这个意义只有两件 一个是台湾研究在世界上没有进步 快一世纪 另外一件事情是那本书真的太厉害 我们相信是后者好了 还有史内援宗雄很重要 这是无教会主义者 基督教徒 但是不强调要上教会 或者是直接透过圣经跟上帝 不需要透过代理人 不需要透过代理的组织 他们不要教会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这个跟欧洲型的基督教 完全的一致不一样 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节目现场世界一把抓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现场 是东海大学的陈永峰教授 那么讲到说 在这些整个的现代化过程里头 那因为东方就很器材 被帝国主义入侵 被当作殖民地 或者是如果非殖民地的话 就是直接侵略 那在这过程里头呢 伴随着 就说东方现代化的过程 其实是伴随着来自于 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或是殖民 或者是像日本人这样子的自我殖民 因为他成功的开放了 而不让 而不遭到西方的殖民主义的这个侵略 可他快速的自我殖民 然后快速的现代化 然后现代化过程里之后呢 他觉得说他可以取代西方的帝国主义 来完成在亚洲的现代化 由他 由日本人来完成 所以他觉得日本的帝国主义 跟日本的这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也好 侵略也好 是有道德性的 因为我帮助你们 我帮助解放台湾 我帮助台湾的现代化 以免你们被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跟占民 简单讲就是这样 对东南亚更明显 东南亚一度更明显 他讲的三部曲 老师你刚刚讲的这个纳美人 阿凡达 在台湾也是一样 非常exactly一样的 一开始就说 你要留下来 当日本人就留下来 你不要你就回中国 你要当中国人 请你回去 回去 那不回去的 接下来你就要归顺 不归顺我就打你嘛 就这样子 就惩罚你屠杀 就是这样 然后完成 变成他们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您说在东南亚更明显 因为东南亚更是蛮夷之邦 也不一定要这样说明 所以更需要日本人的那个 日本人的说明是这样 帮助他们现代化 东南亚被西欧的好几个国家给分割 知名了 比如说印度跳过去不算的话 印度不算东南亚 越南啊泰国啊都是啊 从印度旁边的缅甸 缅甸啊英国的殖民地 再来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 现在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然后中间隔一个泰国 看起来不是谁的殖民地 但是是一个缓冲地 缓冲啊 这是为什么那个泰皇伟大的原因吗 我们都看过国王与我的电影 但是被两边都高度的影响 再往东的话 辽国柬埔寨 越南就法国的殖民地 过了海的话 荷兰的印尼 还有菲律宾 各位一定忘记了 本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但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 就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所以美国正式来到太平洋的最西边 不过比日本取得殖民地 才差三年而已 所以你看有美国 有荷兰 有英国 有法国 在整个东南亚里面 还有一件事情 各位不知道 1941年以后的太平洋战争 唯一把白人的统治势力 全部从东南亚赶走的 是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叫日本 日本一个国家 统治支配了东南亚 这是唯一的 西方的话 好几个国家做的事情 日本一个国家做完了 所以日本人才会 日本 老师可不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日本人到今天 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他们的历史 日本人看自己的历史 一直像在看戏一样 客观到好像在看别人的历史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有名的一桥大学 一桥大学是日本最棒的商科大学 本来叫东京商科大学 一桥大学的某一个 研究历史社会学的 当过校长的人 叫阿布金也 阿布金也 他非常直接讲 那历史学家 以历史学家的立场说 日本人 日本人很重视历史 但是在看自己的历史的时候 像在看别人的历史一样 那很客观啊 客观到极点 所以我们会受不了 就自己做的好事坏事 自己影响到别人 或帮助了别人都不论 都好像不是自己做的 不是自己做的 比如说南京大屠杀 不是自己做的 台湾同志不是自己做的 不是你看看别人的历史 你会承认啊 说有做这件事情 他真的也不叫客观啊 没有道歉或承认错误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自己没有在里面 没有在里面 那谁呢 是谁去南京大屠杀呢 厉害 你太厉害了 问这个问题 所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在哪里 到目前为止 日本人竟然没有办法 在自己的历史里面说明 当然在天皇 不然 不管他有没有真的利器 虽然陈文峰在这个节目里面 主张过非常多次 天皇什么都没有 三无 没有权没有利益 甚至连钱都没有 但是还是只有他 不然 谁代表日本呢 但是既然天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的军事审判 没有被当成战犯 所以推到最前面 在审判里面 唯一很公开的承认 自己的责任是东条英姬 不过是一个陆军的将官而已 那当然当过首相 但是所有的日本人 包括历史学界 全部人都知道 东条英姬 不过就是一个公务员 那这又回到 跟西方联在一起的话 汉纳俄兰讲的 平庸的邪恶 邪恶的平庸 一模一样的事情好不好 所以那些坏事都是 透过他的手做的 但是那只手 是不是他的不知道的 所以啊 所以才会给外界一个 很强烈的印象 就是日本人不知道 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过去 跟历史 他不知道怎么解释跟说明 那个是不是自己不知道 好迷惑的一个民族哦 所以刚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一个非常厉害的 就是日本的自我殖民 那个当然就是西化嘛 西方没有完全就是进行对日本的殖民统治 但是日本自己把自己变成西化 对啊就是你讲那个天皇穿那个燕尾服出来 有没有 一天喝一瓶红酒 跟真的一样 一天喝一瓶红酒 拿德国的威马宪法当成自己的宪法 的名字宪法 可是台湾人很大一部分人很羡慕这件事 就是尤其是独派的 所谓的奔党很羡慕这件事耶 很羡慕这件事 就是说他们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够 自己自我的完成西方对我们的殖民 因为西方对我们的殖民非常的不完全跟不完美嘛 然后最后是通过了一个代理人叫做日本嘛 那日本也没关系也很好啦 可是基本上也就是没有完成啊 我觉得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遗憾 就是说今天台湾要变成是一个现代化 所谓的现代化就是要跟西方这些所谓的引领现代化的国家 一样的话就是就是要完成这个殖民的过程 那现在近代化现代化最强力的一件事 是民跟国的合一 就是文化跟政治的合一 所以民进党图才会有人一直强调这件事 一民主一文化一国家 所以台湾民主有台湾文化 台湾民主必须建立台湾国家 这是一条线的 但是但是也就是说这一类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外来性的 所以如果硬要强调的话 民进党是外来政权 脑子啦 看起来是本土发的本土政权 但是外来性格非常的强力 听得懂人听得懂 听不懂人听不懂 不过都没有关系 在这里另外一个要强调的是 台湾从来没有真正的统合过 跟朝鲜半岛相比的话 朝鲜半岛有朝鲜王 李氏王朝 琉球也有琉球王国 台湾再变成殖民地 就是民变成不是民的状况底下 台湾从来没有过统合性的象征 没有台湾王啊 当然其他的形式也可以 台湾没有统合过 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在对应的时候 跟朝鲜半岛有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样 所以才会非常无厘头的 那在欧洲已经过去了 100年以上的东西 在强调自己的自主性 我必须在这个节目里面强调一次 台湾人得到好处或历史的 如果是先行使官的话 往前走的所有力量 都在没有自主性的状况底下 各位用30秒回忆一下 清最弱的时候 清最弱的时候 日本人来了 对不对 因为日清战争或我们说的甲骨战争 台湾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各位不要误解 台湾搭上了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核心的 现代化列车 现代化的列车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得到好处 得到好处 不然我们今天不是过这种日子 再来日本人输了 对不 日本整个退走了 哪里来了 美国来了 中国来了 中国对不起 中国来了 而且不管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赢或打出 台湾都是战胜国 对对对 日本人打赢了 台湾是战胜国 中国打赢了 台湾也是战胜国 而且变成 真的 哎呦我们两边通知 对 而且变成世界五强之一 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但是当然时间没有多久 1949年之后 共产党在中国建国了 但是苏的那一边来到台湾 蒋介石来到台湾不是没有意义的 嗯 蒋介石来到台湾是把台湾跟共产主义社会完全隔开 隔开完美的跟美国连在一起 对啊美国嘛对 所以各位的父兄们留学的地点是纽约波士顿 对而不是北京对对或者是其他的 有人去莫斯科留学的以前对所以我们是完全纽约比较近对 厦门比较远虽然有人游泳过去对 再来那个年代对再来再来 再来整个西方的市场以美国为中心的没落弱弱化 我们又有一批人非常轻松的可以到北京到大陆去西径 到广东去做生意赚大钱 我完全不是在自己的自主性底下完成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系统 所以千万不要太强调自主这件事 在台湾史里面 所以 你等一下出门会被人家打死 你不要不要过度的解释就好了 这只在说明台湾史好不好 这个叫陈永峰30秒台湾史 用一个更加open的态度去看的确是这样 日本强的时候我们在日本底下成长 所以再讲一句 中国强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底下成长 美国强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底下成长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再讲一句一定会出去被打的 好好好我最喜欢 没有啦 请赶快讲 再来的问题是谁来驱逐民进党 而且外来的东西一定会来也自己会走 包括清 包括日本 甚至包括国民党 都自己来自己走